11月21日,刘鹤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43次会议,这次的议题是规范债券市场发展,维护债券市场稳定。 在这次会议通稿里,有以下提法。 第一,近期债券违约的个案有所增加。 金融委认为主要原因是周期性、体制性、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。 第二,会议提出,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从大局出发,坚决维护法治权威,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,督促各类市场主体,严格履行主体责任,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。 第三,是秉持零容忍态度,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,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,虚假信息披露,恶意转移资产,挪用发行资金等。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,严厉处罚各种逃费债行为,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。 第四,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,提升运行的质量和效率。 如果有朋友不了解最近债券市场发生了什么,只是根据上面的通稿概要,其实也可以做出大致的判断。 那就是,最近债券市场违约比较多,所谓违约,就是债券到期无法兑付,投资者可能损失利息,甚至本金。 这一波债务违约,肯定跟国企有关,因为通稿提及了,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,提升运行的质量和效率。 再次,这一波违约里,肯定存在逃费债的情况。 主要手段包括,欺诈发行,虚假信息披露,恶意转移资产,挪用发行资金等。 会议通稿提到了,地方政府要从大局出发,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。 说明债务违约发生在,整体信用本来就不好的地区,而地方政府可能采取了纵容的态度。 2017年以来,国内金融改革的方向,就是要把以贷款为主的,间接融资模式,转换成以股权融资,债券融资等,直接融资的模式。 股权融资门槛,相对较高,上市股权融资的门槛,就更高了。 所以,企业扩大直接融资,一般发行债券。 中国有两大债券市场,一种是,走发改为审批渠道的,到银行间市场发债,买家主要是金融机构。 购买的资金,主要是银行理财。 还有走证监会,审批渠道的,到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,发行,挂牌。 除了机构,也会有个人买家。 根据央行,公布的数据,截止2020年10月末,中国的社会融资存量,为281.28万亿元。 而债券,是社会融资的第二渠道,其中企业债券余额为27.53万亿元,政府债券余额为44.95万亿元。 至于非金融企业,境内股票余额为8.06万亿元,相比企业债券余额的27.53万亿,差距非常大。 可以这样说,债券市场是否健康,关系到中国直接融资渠道是否通畅,而直接融资,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。 如果这些违约事件,导致投资者对债券市场的不信任,那就意味着,企业发行债券的直接融资途径产生了梗阻,金融改革也就无从谈起。 更可怕的是,一些企业,披着国企,高贫级债券的话皮,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,恶意转移资产,挪用发行资金,性质更是恶劣。 那么,触动国务院金融委的,到底是哪几个案子呢? 由于官方,没有公布,尚不能,给出确切的答案,但有两个违约,看起来疑似度非常高,监管部门,也已经立案调查。 第一家企业,是辽宁的华晨集团。 华晨集团破产的导火索,是债务违约。 10月下旬,华晨集团发行的,11元私募债,到期仅支付了利息,本金未能兑付。 11月13日,有债权人,依法向法院提起,华晨集团破产重整申请,被法院受理。 一家拥有,近2000亿总资产的,省属重点国企,因为11级别的债务违约, 最终诱发了,破产重组。 怎么看也一点重重,更何况此前几个月, 华晨集团曾有密集的股权转让,或者划波行为, 均涉及到,旗下的优质资产。 华晨集团,是否故意逃费债,尚未有正式的认定。 但有一点,是肯定的, 证监会已经出手,宣布对这一事件,立案调查。 证监会在公告里使用了,依法严厉打击,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措辞。 可以想见,如果华晨集团,破产和债务违约, 真如国务院金融委说的,存在恶意逃费债等行为, 那么对东北,特别是辽宁的信用,将是一次沉重打击。 根据央行公布的,2020年前三季度,地区社会, 融资规模增量表,2020年前三季度, 辽宁省总的融资增量,只有7888亿元, 相当于广东省的,四十四分之一。 在东北三省里,辽宁也只相当于, 黑龙江的大约三分之一,或者吉林省的,四分之一。 事实上,黑辽集三省,今年获得的融资总量, 加在一起,也不过6300亿,不到广东的五分之一。 道理很简单,这就是资金的,用脚投票。 哪个地区的融资规模大,哪个地区,一定更有发展前途, 不能持续获得,增量融资的省份,经济肯定堪忧。 某些地方,通过国企,在全国市场借钱, 然后,再耍小聪明逃费债,显然是, 节责而鱼的举动,只能让外来投资,望而却步。 再也不愿意到,这些地区投资。 第二个疑似案件,是河南的永煤控股。 这也是一家国企,在出事前,信用评级是3A级别, 但也突然违约。 随后,海同证券,因为涉嫌协助,违规发债被调查。 新业,光大,中原三个银行,以及两家,会计式事务所, 也因为存在违规行为,被调查。 据多家媒体报道,永煤在违约之前, 也有把优质资产划拨出去的骚操作。 至于永煤集团,是否有恶意逃费债, 或者其他问题,需要等待官方的调查认定。 由于连续发生,国企高等级债券的债务违约, 而且存在,恶意逃费债的可能, 资本市场的蝴蝶效应,开始显现。 根据媒体报道,11月10日至19日, 超过50支公开发行的债券,取消或者推迟发行, 规模超过了390亿元。 企业类型,多为地方国有企业。 在二级市场上,河南多支煤炭企业主体, 债券价格持续暴跌。 而债券基金,也受到冲击。 多支债券基金,跌幅超过6%。 鉴于投资者,对地方国企的信用债,避之不及。 山西发布了,致山西省属企业,债权人的一封信, 以提振信心,表示将持续加大,省属国有企业, 债务风险防控力度,确保省属企业债券, 不会出现一笔违约。 到了18日,山西副省长亲自出马, 甚至说出了,借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 这是晋商的基因,这样的话, 没出事的,吓出一身冷汗, 出事的,反而很淡定。 不过也难怪,山西非常依赖煤炭, 做得大的企业,几乎都涉及到这个, 而且也几乎都是国企。 根据山西,2019年的公报来看, 国有控股企业,实现利润总额598.6亿, 虽然有些许下跌, 但是却依旧占了,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还多, 雇头增长10.1%。 比民间投资,高了2.2%。 税收上各级国企, 更是贡献了,全省总税费的,近60%。 煤是山西的命, 国企也是山西的命, 这直接导致,河南有煤的违约, 对山西的威胁更大。 总的来说, 中国债券市场,打破钢队, 其实不算新鲜事, 但此前发生违约的,主要是民营企业。 而近期的信用违约事件, 多与国企相关, 彻底打破了市场的, 国企刚对信仰。 部分国企, 依靠其隐含的政府信用, 重资产规模, 而忽视金银效益, 过度融资, 金银却每况愈下, 成为僵尸企业。 这也为市场敲响警钟, 并非国企, 就是低风险。 而从这一波债券违约, 可以看出, 信用缺失的乱象。 这些债券在事发之前, 往往还是最高等级债券。 从评级机构, 到会计师事务所, 券商, 可能都存在违规行为, 甚至存在, 联手造假的可能。 金融是高度虚拟的, 必须靠良好的法治, 和信用来维系。 没有信用的金融, 就是耍流氓, 比拦路抢劫, 还恶劣。 从国家发展大局来讲, 中国必须建立起, 诚信高效的金融市场, 资本市场。 否则, 想要经济转型, 内部循环, 根本就无从谈起。